白岩松老师已经被骂了很久了 因为他皱着眉说 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呢 然后遭到了群抄 骂声的核心呢就一句话 什么叫不敢花呀 明明是没钱花嘛 没钱哪来的消费啊 其实白岩松明显说的是 这两年不断增长的储蓄金额 不仅规模在上升 而且比例也高得离谱 稍微查了一下 就能发现 2023年中国居民存款余额为 137万亿人民币 按接近14.12亿人口推算呢 中国居民人均存款在 9.7万元左右 也就是说 你们家三口之家嘛 按理说存款30万 四口的话呢存款40万 不然那就是拖后腿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说的是存款 不是资产 不是随便一套房就有这么多 而是实实在在的 存在银行里面的存款 此外 大家应该注意到一件事 去年一年 我们的M2增长了9.7% 关于M2呢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 就是放水和印钱 这个也没问题啊 确实有一部分 是银行给放出来的 不过大家看一看 M2的定义 就能发现一个问题 M1等于现金 加货期存款 M2等于M1 加各类定期存款 加其他存款 由此可以看出 M1就是大家手里的现金 还有银行里随时可以取出来的那部分 这可以理解为市场里正在流通的 M2里包含着M1和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呢 那往往是大家短时间之内不准备再动用的 存了起来 暂时退出了流通 流动性几乎没有了 也就是说 M2大幅上升 主要是存款给推上去了 这里所说的存款呢 有个人的 也有企业和其他机构的 存款不是坏事啊 坏在存款不断上升 企业把钱存起来 很明显是没有准备继续扩张 也不准备多招人 就业不会好到哪里 就业环境影响了个人的消费决策 把钱存起来 自然消费就不给力嘛 这也是为什么 M2维持高位的同时 物价指数却在下降 这并不矛盾 大家都把钱存起来了 用于流通和消费的钱 自然就少了 物价指数能上涨 有了鬼了 真正影响物价的 应该是用于流通领域的钱 或者说实际参与消费的 也就是上面的那个M1 也就是每个人手里面的现金 那么去年的M1是什么样呢 非常疲软 只增长了1.3% 跟M2的9.7%的增幅 差距极大 1.3%是不是和大部分人 对去年的经济体感差不多呢 要知道 历史上我们的M1 经常是10%的增幅 所以白银层从上往下看 消费不振 老百姓却存着一堆钱 换谁都得纳闷 为什么存了这么多钱不敢花呢 哪怕你说这些钱 大部分都是有钱人的 那问题又变成了 有钱人存这么多钱 干什么呢 这跟我们以前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以前说经济危机的时候 富人会从银行低成本用钱去购买地下资产 实现资产的大爆发 可是如今的现实是 他们不但不贷款 反而在存钱 很异常啊 再仔细一想 也正常 这大一股就不算了 最近可谓是财富反随机 连经货的房子都在跌 还有什么资产值得买呢 如果投资了 像顶一峰这种民间玄学理财 一夜之间是颗粒无收 还不如去银行存个定期呢 这也意味着 国家通过贷款形式 放出来的钱没有什么意义 大家手里有钱都存起来不花 怎么可能去贷款吗 所以如果站在宏观层面往下看 确实看到的不是大家没钱了 而是大家有钱都存了起来 都存钱 导致交易活力暴跌 如果想解决呢 从宏观层面讲 确实应该促进大家消费意愿 但是白燕松说的就没问题吗 那问题大了去了 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社会 本质是个被二八定律 所统治的社会 如果你们家没有四十万存款 那这些存款就是别人的 绝大部分家庭没有 那就说明 巨额财富跑到极少数人那里去了 那最头部是什么样呢 招行那个报告说 可投资资产超过一千万的个人 就是现金啊 股票啊 投资性房产 或者说去掉住的房子 剩下的可以流动的资产 加起来有一千万 那么这些人有多少呢 从2010年的五十万人 快速增长到了 2022年的三百一十六万人 预计在2024年 达到近四百万左右的规模 这大部分呢 都是一线城市上市公司的管理层 还有各种东南沿海的小老板 中西部啊 少一些 不过每个城市都有一些 从事专营业务的 比如土旁车和挖沙子的 还有这两间崛起的网红什么呢 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 大到任何一个侧面 都没法描述全局的 最头部的几百万人 可能财富规模 并不比美国头部富人集团差 靠前的五千万人 完全是发达国家生活的标准 同时月入三千以上只有四亿人 过了三千这条线 那就是中产阶级啊 所以 这里就有个诡异的事 白延松说的不敢花钱 可能主要是社会里 有钱的人不敢花钱 白延松觉得 大家有钱不敢花 和基层老百姓觉得根本没钱 可能描述的是 一头大象的不同切密 你说 这能不能鼓励富人消费呢 主要是啊 这富人的钱 只能通过投资才能花出去 越富有的人 日常消费对整体资产的影响越小 毕竟 普通老百姓中午吃鲤鱼 富人吃石斑 可是他们再牛 也不可能一顿饭 吃一顿重的石斑吧 消费对他们整体收入的影响是很小的 甚至 整天湖吃海菜 疯狂买买买 最后连资产的利息都花不掉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富人的钱单纯吃喝是花不掉的 只能是投资才能赔掉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想说 博主 你不就是想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太大了吗 调整贫富差距就可以了 说真的 我以前是那样理解的 这两年呢 慢慢的有点改变了 首先 我支持对富人征税 咱们国家对富人的税率确实有点低 不过问题在于 哪怕以说服沉重而闻名的欧洲 除了那些还没有铁领大的袖珍小国 重税并没有实质上改变贫富差距 这又涉及另外一个常识 历朝历代乃至国外 对资产收税唯一的目的 只是增加财政收入 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并不会大幅增加下层人民的收入 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后绝大部分流向了基本的公共开支 打桥补路 维持国防 给公务员发工资 搞基建等等 这些操作并不能有效的调整贫困 包括基建 对调整贫富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一般上升期的国家呢 有持续一二十年的打基建 不过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呢 一般基建到一定程度呢 都会发生一个明显的转变 从建设转向了维护 这一方面呢 收益率不断下滑 很多边缘省份的高速和铁路都赚不到什么钱 还在持续亏损呢 刚开始亏损点无所谓 慢慢积累的规模太大了 这财政就扛不住了 现在贵州就有这个苗头 甘肃刚刚被点名批评了 油轨电车的运营成本四千万 收入一百六十万 现在运行也不是 停运也不是 另一方面 越修越边缘 成本也持续攀升 这最后呢 就修不动了 这也是为什么 发达国家的基建 都是一开始热闹非凡 慢慢就消停了 我国也不可能这样一直建下去的 而且国家转移过程中呢 也严格遵循着二八定律 基建乃至市政服务 政府并不是自己做 而是把业务承包给一个个公司 那些公司的包工头的收入 自然是工人的好几倍 那国家能做什么呢 最可能的就是基本兜地 比如为基层老百姓提供一些基本保障 以恶不死为目标 不过积累这事呢 也是治病不治命 毕竟每个人的生命的尽头 都是绝症 都是巨额开支 如果国家给你们家老人出五百万的预算 你可能是很高兴的 但是如果给每个老人五百万预算 你的收入百分之六十都拿去充医保了 估计你也不干 这也就是说政府在调整贫富方面 可能效果呢没那么好 但是也不代表没什么可做的 比如把兜地做好了 让大家不再担心 将来的生存问题自然就可以大胆一些 多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 调节收入最好的办法 依旧是富人不断地投资创业 把钱投出去 买设备 雇人租办公室 还有各种的差旅费 国家有了税收 打工人有了工资 有了工资 就有了消费 那万一投资创业赔了呢 那不就相当于财富全部归还社会了吗 甚至可以说 富人投资是整个社会的动力支援 咱们把视野再放大点 也能看出来 古代千年进步不大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不投资 因为没有什么可投资的 最后只能投资土地和权利 你们想想 富人有钱就买地 买了地就做地主 同时让子嗣去考科举 形成一个权利和土地的闭环 所以很多人讨论 明朝末年世神和朝廷的矛盾 其实世神和朝廷官员是一码事 类似徐阶 它既是朝廷阁老又是地方上的超级地主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瑞要搞它 不过海瑞呢 属于千年里的一个异类 改变不了什么 因为技术不进步 所以就没有什么可投资的嘛 正是因为不投资 所以技术不进步 锁死了 大航海时代的伟大支出就在于 它给了大家一个 不断增长的预期和投资机会 大量的资本砸下去 先有了商品贸易 然后就有了分工 然后有了技术进步 最后有了工业革命 这是个链条啊 少亿环都动不了 少亿环人类都进入不了工业文明 咱们呢 改开四十年 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 本质也是这几十年里出现了 不断增长这么个预期 大家都意识到 今天的投资会变成明天的收益 也就有了不断投资的动机 把所有收益都投入了再生产 规模越来越大 最过分的就是马农行业 烧了无数投资人的钱给马农化 客观上造就了过去十年马农的黄金实弹 要知道历史上企业也烧投资人的钱 但是大部分都投在了买设备这件事上 很少会给工人发这么高的工资 只有这些年的互联网大爆发 马农的脑子就是设备 才会给他们开出那么高的工资 这两年一收缩 马农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或者说阶段性到头了 我刚才看到 某艺又在搭财源 那如何让富人投资呢 老生常谈的问题 应该让大环境更加稳定 更加具有可预测性 这是投资的基石 比如这两天国家发开委发生 审慎出台收缩性意志性举措 突出做好七方面工作 很明显之前不审慎的出台过收缩性意志性举措 现在呢 事想揪偏了 我还是相信啊 政府能够做好呢 此外 中国的中小企业太少了 我国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 约有1100多万家 平均100多人拥有一个中小企业 相较之下 日本1.25亿人口中 400多万家中小企业 平均30人拥有一家中小企业 美国呢 3.2亿人口接近3000万中小企业 平均10余人就拥有一家中小企业 企业太少 对人力的需求不足 要知道 这个社会最终吸纳劳动力的 只能是无数的小微企业 此外 也是时候重新思考福利社会了 东亚一直以来呢 都是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 上限是很高的 下限非常非常低 所以老百姓们 都有极致的节约和优患意识 节约和优患意识都是好品德 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 很明显成了社会发展的阻碍 所有人都天天被动 所有人都能省就省 这种通缩螺旋 会让整个社会 进入一种可怕的下行通道 到最后 所有人都得倒霉啊 大家都不消费 很可能的结果是 大家慢慢就都没工作了 到时候想消费 也没钱了 但是 不负责任的鼓励大家消费 也不太合理 万一失业了 没钱了 日子过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所以还是要把失业和养老的 保障体系要搞下来 让大家有一定的安全感 那 这钱从哪来呢 把直接水收起来 向美地学习 遗产税 移民水都收起来 感觉房产税比较难 征收成本会高得离谱 那您说了 万一懒鬼不上班 天天躺着怎么办 这个可能没法避免的 只能说 坚决避免不劳动 比劳动的人赚得多 此外给低收入和老人发钱 这本身也是推高M1的手段 我有种预感 可能将来 还是得用给老百姓发钱这招 通过贷款放水击败 没什么效果了 节目结尾 咱们还是要畅想 经济光明论 咱们的经济短期呢 可能有点麻烦 长期应该问题不大 毕竟银行里还存着 140万亿的居民存款呢 富人都有让财富升值的投资冲动 普通人也有消费的欲望 等条件稍微好转 这么大规模的存款 还是很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周期的巨大动能的 而且保障体系这些年呢 也一直在做 经商环境也在改善 总之 就故是提高整个社会的安全感 这安全感上来了 消费和投资 自然也就上来了 很多问题没有危机呢 是不会有人关注的 这也是为什么 危机往往也是社会进步的阶梯 我说了这么多 说的不一定对啊 但是关注就是力量 只有关注到了 全社会的讨论慢慢会形成共识 有了共识 才有可能解决 你不可能解决一个 都没发现的问题吗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 请三联合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